离大院踩踏意外 一群没呼吸心跳的人 躺一排做CPR 仿佛人间炼狱 因为心脏一旦停止四到六分钟 脑部就会受损超过十分钟 几乎宣告脑死 不管是创伤或者是非创伤造成的 那唯一的急救方式就是使用CPR加AD 换句话说 就算严重的肋骨骨折 为了救命 紧急处置就得CPR 因为没CPR存活率 每分钟会恐降7%到10 施作CPR存活率下降速度 减缓成4%到6 但研究发现 大约只有5%的人能成功复原 在三分钟里面是黄金时间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心脏停止的病人 我们必须要马上急救 因为100个人里面 只有5个人可能会急救 有成功而已 还是非常低 CPR又该怎么做 最常见的就是羊躺室 双手交叉扣住 用全身的力量按压心脏部位 一分钟大约100到120下 但缺点是容易压断肋骨 近期有专家推 副趴式CPR 伤者趴在地面上 头部侧摆 施行者双手交叠 按压胸椎位置 单孕腹和颈椎受伤者 并不实用 美国心脏协会指引的指导之下 目前全世界在指导的CPR原则 都是正面压胸 帕宗室的急救 目前还是不会是阻力 趟周的急救 去靠近心脏 然后我们急救 也是最有最快 如今CPR程序 并不用口对口 人工呼吸 学会这一招 让您在关键时刻 也能救人一命 记者谢宏如陈宇 台北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